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生命电视慈悲爱众生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大智文殊施利菩萨 南无寒山大士 南无寒山大士 鼎礼物功上人 鼎礼物功上人 我们今天我选了第16首 人问寒山道 寒山路不通 夏天兵卫世 日出雾朦胧 似我何游戒 与君心不同 君心若是我 还得到其中 这个八句 他先是从 很多这个现象 就像我们出去走 别人看到我们了 有时候也会好奇的 过来问 师父 你们佛教讲什么 你们这个出家 为什么出家 这个都很正常的会问 还有的 还有的来问 师父 你们修法修的是什么东西 还有的人 甚至还 我在火车上 还有人走来走去 看着好奇 总算忍不住过来问了 师父 那个西藏的那个佛教 怎么男的抱女的呢 那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 我们这首诗 也是第一句 人问寒山道 有人过来问 这个修行的事情 好像很正常 但是 寒山道不通 他很难理解的 他很难理解的 跟他佛教讲什么 很难理解的 像达摩祖师坐在那边 索性不讲 达摩祖师 为什么不讲呢 他 来到中国之后 梁武帝 非常恭敬 圣人 把他请到南京 请到南京 问他道 还不是问他道呢 只不过跟他说 我造那么多寺院 度这么多僧众 我供养他们修行 有多少功德 我有多少功德 这个 就这样子 在三言两语 不对 不对 对不对 皇帝这样跟他之间 不对 也失之交臂 然后一围过江 到当时的这个北魏去 来到 松山 邵氏山 下面 雄尔 这个地方叫 邵氏山这边 有一个洞 到他里面去打坐去 九年也不说话 因为这个世间 梁武帝称为菩萨皇帝 尚且 寒山路不通 更别说 是一般性世间人 所以 达摩祖师也有说 说财色不断莫问道 世间的俗人 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 因为 这样修行的事情 下面第三句 夏天兵未逝 对于世间一般的人来说的话 这个现象 它是很难理解的 很难理解的 夏天兵未逝 就好像 夏天应该热一样 但是不是 这修道 该的热的时候 不一定热 该冷的时候 也不一定冷 这是修道的境界 日出雾门龙 你跟他再解释好了 他都是像坐飞机一样的 很多人 这个所谓的学佛人 听说 真的文殊菩萨降生于世了 在四川境内 去看部讲课 天天听云里雾里 问他怎么样 听怎么样 坐飞机 坐飞机 看部明明讲得很透彻 但是他听了坐飞机 法王讲课的时候 讲的藏语 文殊菩萨讲话 没讲汉语 讲的是藏语 他听也听不懂 虽然有翻译 也是云里雾里 日出雾门龙 最后就捡一个懂的 什么懂的 看那小狗不错 抱了一只小狗 回家去了 路上还跟我说 这地方 要不多待一天 我也不要待 就那个狗 从他的抱里面 头生出来 小黑眼珠 又黑又黑的 带来一只狗 看部讲话 也听不懂 法王讲话 也听不懂 就是跟狗 能够有感情 还能交流 为感兴趣的是 小狗 这地方不要待 狗是要的 带回约 做伴侣去了 日出雾朦龙 是我何有解 如果你是我的话 如果你跟我相似的话 我哪里要介绍了 我与你的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法师 常常讲的一句话 你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鱼在哭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觉得很怪 这句话的表达方式 好像 后来又听他说我两遍 我就引起注意我思维了 是的 如果我不是鱼 我如果是鱼 我知道我自己在哭 如果你不是鱼的话 鱼在哭 它的眼泪流出来 都融到水里的 你怎么知道 它在流眼泪 你不可能知道 所以鱼在哭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的 因为你不是鱼 所以说 我以为我在想 这句话 有意思 有意思 有点像冷暖滋滋的味道 有一样 靠表面是看不到的 表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与君心不同 心和与君心不同 君心若死我 还得到其中 如果你的心跟我一样了 我不用跟你讲 你也会知道 寒山是如何的 寒山是怎样的 所以 寒山大师这里面 不是说 他不开方便门 接引众生 而是对众生 不是说 自己不想改变自己的 看到你好奇 我要么了解 又想了解一点的 寒山大师 索性把这个给你 你要想了解 你就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不如虎穴焉得虎子 你不要隔着门 再问 佛教是什么样的 我告诉你说 佛教是这样的 你还是不知道 要想学佛 那你就好好的来学 不要在路边 书摊上买几本书 有那些专家学者 当官的 做一些富翁的 他不好意思去请教别人 也不好意思放下身段 但是对佛教又感兴趣 去电视里 电影里面看看 以为那就是佛教 或者跑到书摊上套两本 甚至跑去问算命的 兜一大圈 不需要兜那么多圈 要想学佛 尽职而入 佛教 不难理解 但是你不进来 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我们处师大师和 石树大师的贺的诗 我们也学习一下 就和这个就对照起来 直到三无路 哪知处处通 健全身低利 云月影铜龙 上下千寻峻 东西四面铜 骨神忽着印 飞在有无中 所以这个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进来的话 你不进来 你不知道 以为山没有路呢 就像我们现在 你看在三角下 你一看山 我茫茫长长 以为山没有路 但是你真是走进竹林 你真的想上山 你会发现 哎呀 很多路呢 哪知处处通 健全身低利 不单单处处通 你一进去了 深入其境 深灵其境了之后 哎呀 这么亲切啊 三间的泉水啊 声音那样的清脆 一滴一滴的 那样子的清脆 透明啊 云月影铜龙 你深灵其境了之后 是那样子的美 上下千游巡 还有境界哦 你看 有上有下千游巡 东西四面同 这个山 你上了山之后 你会发现 东西南北 一样 几乎一样的 嗯 骨神呼扎硬 你对着山鼓里呼我 喂 他马上就喂 喂喂喂 就回回来了 非在有无中 是吗 就这样呢 哎 这个佛教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佛性 哎 你进来就了 就就就就知道了 不进来 有佛性吗 没佛性吧 哎 所以有一个 过去的一个理学大家啊 哇 高官 他看了这个佛教 生嫉妒 佛教那个书 那么整齐 装定的 那么装严 啊 严谨啊 那个抄的啊 那个书啊 过去是手抄的 我这个 这个这个笔记 这么娟秀 哎呀 这个这个书发 这样子的美啊 他就 他就是嫉妒 我们自己家的乳学 都没有弄的这样子 哎 乳教都没有这样子 回来他要写了 哎 写什么 写无佛论 他要写一个论 叫无佛论 他老婆跟他说了 那如果 你还是别写了吧 那为什么 他说如果无佛了 那你还论什么呢 他想象大爷是 如果要无佛还论啥 算了 不论了 所以说 真入了这个境界中 也不是说有 也不是说无了 哎 古神呼着应 这叫古神了 这里啊 我们师父一上座 常常讲 哎 这是什么 说 古中风原是 笼上风啊 古中的风 就是笼上的风 水里的月 原是天上的月 啊 水中月 乃是天上月 古中风 原是 笼上风 这个非常妙的 这个 这个是非常妙的 所以下面 十数大师所喝的呢 我们再来看看哦 十数大师是怎样喝的 风原若无色 歌来 静别通 白泉 黄叶流 书树 薄 薄烟龙 如何 叹其意 登点 关大桶 寒山 朝我去 歌笑 月明中 这个里面啊 哦 你看 所以这个 十数大师啊 来印的时候 你看 这个印啊 不单单是 文字上的印啊 是神交啊 相互的 哎 这个神 神光交测 这样子的 风原 这个山呢 在远的时候 看好像是没有什么 好像没有颜色的了 所以说 这个远山如带 似乎好像是是是是 朦朦胧胧 没有什么那个的 好那个的 但是 当我们 来到 面前 听到 啊 乔夫的三哥的时候啊 哎 这个时候啊 路径 就展现在面前了 哎 这指什么呢 这当我们 我们真的 来观察这些出家人了 不是从电视电影了 而是实际生活当中来观察出家人的时候啊 哎 我们会发现 哦 有点道理 有点道理哦 哎 就像过去一个理学大家 他也是啊 哇 有一天跑到这个庙里来观摩 看出家人上殿做功课 然后下殿之后过灾 啊 到五官堂去 这个这个 去去去啊 过堂 哇 这整个从大殿里到灾堂里 这一 这个看下来啊 他说 哎呀 我们中国的 所有的礼乐 竟在其中啊 哎 儒家之思想的最高峰 就是皇帝那边 皇帝那边就是 哎 这个礼乐 礼乐师啊 所以还有个礼乐师 这就跟什么 东方文明都都在这边的 哎 皇帝干嘛干嘛 他都有配的 结果一看 我们出家人也是这样的 在大殿里的时候 你看 大庆 牧鱼 中古 当子 磕子 小隐庆 哦 唱起来 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哇 那么好听 然后 哇 这边大殿里面 客一停呢 客这边 这边一刚一停 那边那个 哎 那个交响就 在地上清脆的打响了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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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打越 吃饭吃饭了 啊 然后这边拿着引庆 哦 然后 拿摩阿弥陀佛 就念过来了 一路念过来 啊 排着班 就进入观堂 进入观堂 哦 然后各个入座 入座啊 坐好了之后 向上问讯入座 坐好了之后 阿弥陀佛撒板 这边一撒板了之后 这边 这边碗啊 静静悄悄之中 碗都已经翻过来了 摆好了 这边刚摆好 那边 哦 快快来醒堂 虽然赶快 却没有声音了 咔嚓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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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行堂 外面的 啊 那个 那个邦啊 又响起来了 啊 那个邦啊 哦 咚咚咚咚咚咚 邦然后接 接那个云摆 哎 云 云摆 云摆一响了 这边又接引庆 你看这个 从外到内 内到外 哎呀 然后开始又开始供养 佛法生三宝 然后 又开始吃饭 吃饭的时候 巨竹威夷 手捧起来 拿着筷子的时候 身心端正 虽然在寿时 这个身心 丝毫又不动 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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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官员 一看 哇 三皇五帝的 这个礼乐 尽在其中呢 哇 佩服的 五体投敌 这里面 道道的可多了 哇 我们外行的人 不知道了 学佛 是有的是出家 一大半天 也不知道 这是干嘛的 这里面可不得了 哎 各种学问 不得了的 我们天天就在 这个 这个里面啊 哎 有的人过日的 过过节 疲乏了 也不知道 这干嘛的 哎 内行人一看 哎呀 皇帝也莫过于此了 当皇帝也 也只不过这样子而已啊 早啊 中啊 晚啊 歌来 静别通 百泉 黄叶流 哎 那个 那个 白白的泉水啊 白 静 静白 静白的那个泉水啊 上面飘的几叶黄叶 哎 水面上啊 几个黄叶 水水而流 啊 跌宕起伏在水面上 苏树 薄烟龙 哎 那个树啊 苏树什么 那个 就是那个 老树 苍 苍 苍 在那个树 树站之间啊 还有那个 山间的这个 啊 雾崖啊 朦朦朦朦 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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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树之间 啊 就像我们这两天 他这个描写的境界呢 是秋天的 哎 是秋天的 但是我们这个 春天呢 山里也是有这种景色的 入鹿 汤其异 哎 入 经到山沟里面去的时候 哎 那很新鲜的 新山沟里 山花烂漫 哎 这个 拳啊 石啊 都是 都是 让人呢 有这个 这个通 这个入 入 入 三鹤的时候啊 有叹忧 这个 这种情怀 登殿 观大同 攀上 高峰顶的时候 看啊 这个 下面 浮揽世界 尽收眼底 哎 这个到这边 比风一转 哎 这边 不是说比风一转 这个神呢 然后就 再印到 寒山大师的 那个里面 叫 寒山招我去 歌笑 月明中啊 哎 寒山招我去 歌笑 月明中 所以 为什么 古人的诗词 哎 这些 节诵 有这样 有这么久的 这个生命力 为什么 因为 他是超越时空 因为是 月万古之后啊 任何时代 有人来读到这个 神会其中的时候啊 都会派 派 叫绝 不单单说 寒山招我去 哎 歌笑 月明中 那现在在座的 我们大家 我们电视面前的 听众们 听到这里的时候 也似乎有 寒山招我去 歌笑 明月中的 这个感觉 哎 所以智慧 在时间面前 是没有障碍的 哎 这就是啊 这个 诗的生命力 诗以什么 为生命力 哎 就像 这诗以什么 为生命力 诗以啊 这个读者的 这种 我们自己啊 彼此的这种啊 心领神会啊 啊 这种为生命力的 不单单诗是如此 连经书也是如此 真是不解经书 真实意的人 打开经书 经书的生命 已经就衰减了 哎 所以说 当诗 我们来读的时候啊 我们的 也是 领会 于其中 甚至 啊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也有这种的一种气质 的时候啊 哎呀 我们一读这个诗 诗活了 诗就活起来了 哎 有时候 我们没有这些笔墨啊 没有这些文学的修养啊 但是 当我们内心里有这种 哎 有这种 所谓讲的这种啊 气节 或者是啊 啊 内心里啊 有这些 高贵的品德的时候啊 我们看到这些诗啊 读起来 哎 就像这里面他讲的 寒山找我去 我们读寒山诗的时候 哎 寒山帮我们写出了这样子的诗 石树大师帮我们写出了这样的诗 楚诗大师帮我们写出了这样的诗 如果他们是 哦 他们是制造产品的话 那我们是消费者 哎 但是啊 这个 还要是 各种人物 哎 否则啊 不相通的 哎 否则的话 寒山也招我们不去啊 楚诗也招我们不去 诗树也招我们不去的 我们内心里也要这种 要有这种的品质 啊 也有这样子一种啊 人生的一种韵味 所以读到这个诗的时候 他也活了 我们内心的那个也活了 哦 这个插上了诗的翅膀啊 哎 我们修行人啊 有了这个之后啊 我们也能够增加我们的道性 以道为鱼 哎 为快乐 韩三诗的第十七首 天生白齿树 剪作长条木 可惜动良才 抛之在幽谷 年多心上静 日久疲剑突 诗者取将来 游看竹马屋 天生的诗是什么 这个似乎一看这首诗 表面上好像是 怀才不遇一样 但是这里有天生两字 没有任何一个财是天生的 所以并不是指怀才不遇 而是指啊 什么 而是指我们一切众生 结聚如来智慧得相 是指我们的佛性 因为佛性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这里我们韩三大师 直接这样子来比喻 用棵树 抛置在山郊野外 来比喻我们的佛性 被这样子毫无 毫不被重视的浪费 就好像放眼看去 好像就是 一个大树啊 虽然 已经枝叶不见了 只是一个老干而已 但是 尝可白痴 这样好的一个东两财 却在一个 在山谷之中啊 幽静的山谷当中啊 静静的躺着 这棵树 抛到那边有多久了呢 年多 很多时间了 也可以说是无量节了 我们轮回多久 它这棵树就抛在那 抛了多久了 轮回以来 无量节了 虽然如此 但是 这个树的树心还是很 还是很硬的 坚实的 就指我们众生了 虽然无量节轮回下来了 但是我们的佛性 还是不改其面目啊 日久疲见土 但是轮回久了 这个佛性已经被 磨得 面目不实了 甚至 我们都看不清它的面目了 一回是牛 一回是马 一回是猪 一回是恶鬼 一回是地狱 一回是人 究竟像什么 日久疲见脱 轮回久了 不认识 已经很模糊了 这个 佛性的面目已经 我们不认识了 实者取将来 有看 驻马屋 今年是猪年了 金猪年 今年生的小孩子 叫属猪的 金猪 去年是狗年了 猪猪狗狗 它这里将是马 是不是属猪的 属猪 属马的 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残破的身体 不管你是十二生肖 属什么的 也不管你是不是人 还是一只狗 还是一个恶鬼 还是地狱 还是现在高住在天堂之中 这是个马屋 是残破 不堪的 暂时住住的一个地方 是指这样一个 六道轮回的 这样一个屋子 靠什么称呢 实者取将来 由看驻马屋 如果 有善知识 能把我们这个佛性 找回来的话 在这个六道轮回的 破屋子里面 还是可以做 异孤的 所以这首诗 不像它表面上 一般性文学者 会看它 好像一种怀采不欲 但是 我们学下来 这里面还是充满了一种 对我们众生的悲悯之情 所以我们这个道场 我们大家要常常熏悉 天天熏悉 时时熏悉 时时熏悉 像今天我们这个 我们 余奥的居士 问我 正好看到电视里面 放我们师父的片子 海涛法师 放师父的片子 放那个 大家居士们 手捧的大藏经 往藏经楼走 这个片子放了 然后镜头里出现了 大波罗经 我们居士就问我 大波罗经和新经 有什么区别 我说区别在于 大波罗经六百卷 新经只有几百字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他问为什么意思一样呢 我说 犹如一滴海水 跟所有的海水 味道是不是一样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 我现在是一颗咸菜 是一颗菜 我要腌咸菜 你取一滴海水来腌 腌得出来吗 腌不出来 要取很多海水 才腌得出一个 美味的咸菜来 我们佛弟子们学佛 说今天如是开示 我听懂了 我可以离私了吧 不一定 这个咸菜还没腌透 薄弱的智慧还不稳 为什么 医公遇赵神 你看 他遇到赵神了之后 在没遇到赵神的 这个时候 跟赵神面对的 一黄指赵神的像 然后 煞有介事的 你看 写上黄书 跪下来 表面上好像是 跪下来很恭敬 实际上一肚子冤屈 噢 希望您 好好地把我这个传上去 然后 让玉皇大帝知道 我这个民间 还有这个冤情 然后 赶快给我 这个平反 让我能够 心向四成 赵神亲自来了 你看 问他的时候 有一点吞吞吐吐了 有一点 那眼睛不敢 正眼相看了 但是 内心里这些堂皇的词 早就背得很熟的了 小孩子背 唐诗三百首一样 背很熟的 一开口又是这个 然后赵神爷替他背 背他眼睛 呆在那边 我心里想什么 你怎么知道 然后他再把他 今年上黄书写的 再背一遍 还要略显一点神通 你看 叫他老老实实反省 真是你讲的那样吗 我看这个 我昨天晚上在那个 看了 我 今天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 看到我眼有没有小掉 为什么 昨天流泪哭的了 我一边看一边 哇 这个找纸也 昨天也找不到 哎呀 这个手擦 擦干了之后 又哭又擦死掉 干了又擦死 一遍一遍的 哇 我昨天看 看了两三点 我这个 于静义工 看他 特别看我 像我自己了 像我自己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了 口头上一套 还冠冕堂皇 还是坐在这边 讲给大家听 其实内心里面 哎呀 很黑暗的 你说 哇 师父 你真的是这样的 那我们皈依 你不皈依错了吗 是这样子的了 纵实 我们反过头来说 那还皈依你干嘛 我皈依佛菩萨 就是佛菩萨看到这个片子 也要罗泪 因为天下云云众生 哪一个不是如此 人也好 狗也好 牛也好 马也好 哪一个众生不是如此的 表面上煞有其事 那个的 你看那猫 没有事了就舔了 我自己给自己洗脸 洗脸 大便的时候 也知道挖一个洞 拉下去 然后拿着土盖上 狗啊 猫啊 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 他们也会想东西的 我们人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们心里面想什么 猫狗就在想什么 猫狗在想什么 要想知道猫狗在想什么 就看我们自己在想什么 所以这个赵神会说 往节以来啊 无量节来的 这些成购 想不起来算了 这次的你要好好想一想 所以真的看到这些 觉得很替这个剧重 剧中的 因为不太会去看这个 当时拍戏拍电影 因为于尽一公 于照神 是历史上的实事 真实的事情 像元了凡一样 这都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是在看戏 而是看真实的一个故事 故事中的这个主人翁 他是这样子的 跟着他们的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 我们都内心里跟着 一起又触动 所以这个 这末法时代 这个法是非常的 有特殊意义的 就像前两天我们讲到 末法时代的念佛 像阴光大师说 献身说法给我们的 常惭愧视为念佛 因为末法时代的人 没有一个惭愧心 阿弥陀佛不会住在其顶 常惭愧也会 像于尽一公这样子 尽一尽一言 常常能自尽其一 视为学佛 才是学佛 才能够改变命运 改变这世界命运 你看这个落差多大 这个时候他才47岁 这个故事从他47岁开始 47岁要过年 到处伸手借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读书人 多讲面子 多讲面子 到处伸手借钱 为人借钱 为什么 因为有家庭 他有家庭 只有想一个人真实 人在这世界上有他爱的人 然后有家庭 是因为后来你读到 这个片子 看到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个梅娟 梅娟是谁 就是他躲在窗户下 读书的这个先生 后来看到这个孩子 这么用功 然后过两年之后 他家里面父亲去世的 就留下他和他妹妹 然后这个先生呢 可怜他两个 把这两个孩子 收到自己家里来 当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 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 还嫁给他 他本来是一个 电农的一个小孩 穷的什么家里 什么都没有的 后来不单先生 免费教他读书 跟他一起读书 最后还把他 收到自己家里来 当自己儿子一样一样 说这样的人 他怎么不好好的 要报答自己先生 好好读书 考取公民 他娶的老婆 又是他先生的女儿 你说这个人多 哇 你说这个是人心多那个 你一般性的 娶来的倒也算了 一起吃苦到算了 别人 先生家女儿 不说千金吗 至少也是 书香门第的 一个 龟秀 这样跟着他 所以他到了这个年龄 四十七岁 到处 讨来一点钱 想买一点年 过个年关的 钱还被偷掉 我们这个 可以想象的吧 我想我们在座的 都看了这样 都是内心里 都会非常的 极度的同情性 都会顺起来 这样挫折的生命 那是为什么会这样来的 所以末法时代学佛了 也是这样的 这个于静一宫 整个这个故事 就是佛菩萨为我们 只不过造神 是我们中华大地上 阎皇子孙 共同供养的一位家神 家家都共造神 家家都有共造神 所以这两年不太多了 这个解放之后 破四就破除迷信 少了 但是 中时在那个年代 我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佛教不佛教 根本都没有 还是有造神 我小时候就记得 到 那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我们佛教讲的是 奸哉菩萨要上天 其实就是指造神 民间就是这样造神 小年夜 小年就开始进入过小年了 二十三号 二十四号 这时候啊 民间都开始啊 烧上这些菜啊 有的弄上酒啊 这些酒水 供在桌子的面前 供在这个 这个锅罩前 然后就跪下来 烧一些黄纸啊 纸钱呢 写不写书就很少 不大写书 都是嘴里面祷告几句 最简单的就是 噢 赵神老爷啊 赵神老爷啊 上天言好事哦 下地保平安 都是 像那 都是求啊 玉皇 您老人家到玉皇大帝那边 多说好话 然后喝水的时候啊 里面加一点糖 意思是喝了糖水啊 那个嘴啊 甜一点 到了玉皇大帝面前啊 多讲一点甜的话 多讲烦一点 家里的好的事 所以这个写黄书里面 有一个人说 先生 我家里做的不好的事 能不能叫赵神爷 别跟玉皇大帝说 那先生说 这怎么行啊 那所以我们民间 都是这样求啊 上天言好事哦 这个不好的别说 你老人家 哎呀 给我们 哎 嘴 嘴甜一点哦 但是 这个 我们 这个是我们中国 华人呢 中国人 很朴素的一种 传统 传统的一种思想 传统的一种兴奋 所以过去人 在照 在锅照前面啊 不敢讲 讲乱话的 所以你看 过去那个 婆婆妈妈的 哎 到 照前烧饭的时候 不讲话 讲话 口水要喷出来 哎 不乱讲 讲乱话了之后 赵神爷听了不高兴 都听了烦 哎 所以我们灾堂也是这样的 不要讲话 进了灾堂止语 讲话 小小声音 更不要等 哦 这个讲话了 口水肯定要喷出来的了 然后讲话了也不好 最好不讲话 然后烧烧火的时候 也是小心翼翼的 烧的 甚至过去 我记得有的 有的年纪大到 哎 要要放屁了 都不敢在 赵神面前放屁哦 跑出去 放完气了 放完 放完屁了 哎 你像我有个师兄 他也是 他跑到我们这里来串聊 跟我们聊天 聊着聊着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 过一会儿 哭着还抖抖 又进来了 我问你干嘛 哦 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 哦 原来为什么跑 跑出去 这都是很有道理的 包括我以前 印光大师也说啊 在大雄宝殿里 哎 也是 不能放屁 要放屁 跑出去放 哎 否则的话 后法生会不高兴 真的是有 这个印光大师 真的是 文字写得清清楚楚了 哎 所以这个都是啊 这就是什么呢 有诚意 人不能不诚 没有诚 这个诚的状态啊 哎 有诚 心里面有诚 有恭敬 所以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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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敬义 于都遇到那个 赵王爷的时候 这时候开始有点害怕了 有点恐惧 有点 恭敬了 哎 这个赵王爷在说 我看你有点恐惧之心 有恭敬之心 还好 最后问他 你看到我 现在恭敬了吗 我恭敬 恭敬 他说 我如果不是神 我是个人 你还恭敬我吗 恭敬恭敬 还把手举起来 向天发誓 我肯定恭敬 有恭敬才能讲 才能教导他 前面不是教导了 前面是为了 说服他 哎 前面他要狡辩嘛 就是要 就是啊 质问 还狡辩 后面有恭敬了 在他 赵僧爷 才告诉他方法 怎么样 那个改变 这些命运 我们也是的了 我们到三宝地里 赵僧爷 在我们佛教里来说 是天地间的一个正神 你说大嘛 也不算大 但是关系到家家户户 那佛教里更不要说 诸佛菩萨了 我们来到寺庙里面 啊 诸佛菩萨的住处 我们是沾了 佛菩萨的光 才住到庙里面 住住 这寺庙里的一切一切 都不是造给我们人住的 只不过是 为了佛菩萨的缘故 顺便给我们住住的 所以我师父常讲啊 没有宰相福啊 难住三宝屋 住在三宝屋里面 这要有很大的福报的 因为这住的是什么 住的是三宝的屋 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啊 这个诚心呢 不能没有 对因果的这种畏惧 不能没有 这些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学佛谈不上 谈不上 所以我们大和尚 我师父常常教导说 信佛 学法 净身 佛要非常恭敬 信仰 对法要好好学习 对圣宝要能够知道恭敬 改变命运 这个 像我们同住在一起修行 大家都很有道性 虽然讲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气 习气也是都有 我看每个人的习气还都不浅 无量节培育下来的 但是有道性 所以我们都多多汇广烦兆 多多汇广烦兆 把这个 对三宝的诚心 对英国报应的恐惧 对法是什么 法就是修改命运的方法 要好好地学习 我们大家修改命运还是可以的 所以看了《欲经义工》的整个片子 我们明天准时再看 再看 这几天 总共八集 这几天我们把它看掉 教育也很深的 等于是看了这些 我们都很惭愧 八集概括概括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要很多 所以以后 我们大家 这个片子非常地适合于这个现在 现在这个时代 都寡义廉耻了 义少了 很少知道有羞耻 现在这个时代 造恶也都没有恐惧性 命恶报临头的时候 怨天尤人 现在这个时代 特别严重 所以我们好好的 我们在座的都是 这世间的福田 人天福田 都将要去教化众生的 自立 而且将要立他的 今天我们学习 第十七首 这个韩善诗的时候 正好我们也看过《欲经义工》 我们在这里 不要埋没了我们天生的白尺术 如果我们实德 能够有善知识 实者取将来 没有善知识给我们引导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天生的白尺术的用处的 一旦实德了之后 游看住马屋 六道轮回的路 虽然坎坷 我们这个末法时代 虽然五拙 但是有佛法 这世间还有办法 我们的生命还就有办法 破烂不堪的马屋 还能够祝我 南无阿弥陀佛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僧众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陈真义工 洽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7楼 修建房屋 或进行其他工程时 最好选择在 没有虫的冬季 护持功德书圣行 五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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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